廉價過後外資反手大買 如果你已經掌握到時間的關鍵轉折 你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早在放中秋節之前 我們已經透過一分鐘短片免費放送了 今天AI股的表現大家都看在眼裡了 我相信國慶日放假之前 我們已經提醒大家了 這個族群有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務必要好好掌握 包含了第四季的主流股 我們也要再次的跟大家來強調 歡迎收看標股空盤數 我是陳軍妍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的放一個連續假期過後 今天行情開盤 我相信有些人是不意外 如果你有跟上我們的操作 你絕對不會意外 盤前我相信許多投資朋友 都在關心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 也很多人非常的擔心 直到開盤那一瞬間 他才相信說 哇那個戰爭台北股市這一邊是不受影響的 來關鍵就在時間的轉折 今天三大法人買超 尤其是外資在我們放假之前是四連賣的 結果他今天大買了231億 我先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早在過中秋之前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聊到 有一個一分鐘的短片 免費放送 你只要加入我Lite 小老鼠J178跟我的助理這一邊 喊聲你要這一檔 那個一分鐘短片 說真的那個時間也不到一分鐘 因為重點我們就已經聊到台幣貶值 你一樣可以賺錢 上面的標題寫的清清楚楚 台北股市的關鍵轉折日 10月6號 10月6號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放國慶連續假期的那一個交易日 我相信待會兒我們幫大家把這時間點拉出來 去對比大盤 你再把外資的買超賣超的動作套進去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在中秋之前 就希望你有看我節目的人 要來索取這個免費的短片 你說穿你看這個短片 你根本不需要花一分鐘 好不好 我相信那個絕對不是馬後炮 因為這個短片有看的人 有幾位的網友是有留言的 好不好 這上面的留言板 上面都有時間 12天前 1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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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一位 這個大概 你留言我拭目以待 先你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 今天走什麼樣的行情 大漲的長紅棒 外資忽然之間 從原本上個禮拜四連賣 今天反手買超了231億 把大盤日線圖攤開 我相信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我們早在中秋節之前 就能告訴大家 9月22號禮拜五的低點 它是大盤的關鍵 到現在沒有跌破 包含了為什麼10月6號是關鍵轉折日 你可以把外資的動作拉出來 10月3號 10月4號 10月5號 10月6號 連續四天外資都是賣超的 對 10月6號 那個關鍵轉折日 完之後 外資賣完之後 今天反手大買231億 你說那個時間重不重要 你說國慶日之前 你如果沒有信心賣股票 你今天看到大漲 外資大買 尤其是你賣的股票是外資大買的股票 是很可惜 我們已經幫大家把重點都整理出來了 看節目加Lite很重要 因為我相信 因為連續假期期間發生最大的事情 就是尾巴之間的戰爭跟衝突 當然我們不用再去細聊說 這個來講的話 誰對誰錯 國際間支持哪一國 很多人會擔心戰爭發生了 股市一定會怎麼樣 對 很多人擔心 我知道 因為在Lite這一邊我連續假期期間來講 我看到許多投資朋友的留言 不外乎的就問老師那個尾巴戰爭 台股會不會跌 我相信這個時間點 你有跟我助理好好互動的 你應該都已經知道答案 你有加入我Lite今天還沒開盤 早上8點27分的訊息 我們其實就已經特別聊到了 一個關鍵 因為尾巴戰爭發生 美國有沒有開盤 有啊 你光是瞄一下背叛 開低走高連續上漲 你怎麼會去擔心台北股市 那我相信就是說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我最有資格跟大家來提出來 你接下來留意的重點是什麼 三個重點給大家 那我相信忠實觀眾 你大概都會猜得到我要講什麼 因為今天你看到AI股的表現 你應該非常清楚了吧 我們也不用太多去解釋 那個偽創他的9月營收好不好了 不用解釋了嘛 過去的兩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已經不斷提醒大家 法人的籌碼在針對偽創幹什麼事情了 我請你連續假期之前 我們節目跟大家所驗證的美元指數台幣 大家都看在眼裡了 還是一樣三個重點 但是這一個第一個重點 我要提醒大家 別將自己淘汰在趨勢的起點 我們已經早在8月提醒大家了 大盤 乙盤 代碟 整個台北股市進入第一次季 或有一個大趨勢 那個大趨勢是在每一次總統大選之前 必定會出現的 我們就提醒大家 現在只是這個趨勢的起點而已 今天的行情我們剛才聊到 行情再次的驗證AI股 早就已經被主流了 我前提你8月9月 你有看我的節目跟上我的操作 你現在手中不會還死爆這AI股 或者自己還在想說 要不要加碼他 要不要攤平他 你不會有這種想法 相反的你的資金應該早就轉到 現在你慢慢陸續市場會公開出來 所謂9月營收亮眼的股票了 當然我們從那個放假之前 就跟大家提醒了 第四季的主流 你要留以矽光子的產業鏈 他會帶出來一些低基期的股票 這些低基期的股票 他會變成是整個你在第四季行情 絕對不能忽視的股票 好不好那我相信你加入我Lite 每天的免費訊息 我們都會在盤後幫大家整理出來 AI股的收盤價 對比他的大戶關鍵價 你今天看到廣達 技嘉 偉創 音業達 甚至跌停版的見準 這些股票 他們早就在大戶關鍵價之下了 我講白一點 這些股票 你早在一個月前看我的節目 包含了我每天在Lite這邊放送 整個每天盤後免費的資訊 你都可以看得到 外資跟投信 針對那一些跌破大戶關鍵價的AI股 早就已經是同步 算是什麼 同步減碼 同步低迷 甚至是什麼 一多一空對坐的 當這一個條件出來 他就不算是籌碼優勢的股票 我們就聊到 當股票已經失去籌碼優勢了 他怎麼會是主流 你的資金不應該死爆了他 那當然驗證第一件事情 我相信今天盤前 大家你在看盤之前所看到媒體新聞 還是一樣 大家都會擔心戰爭 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 嚇都嚇死了 他一定得要開盤看到 哇大漲一百七十幾點 他才會相信 盤前媒體新聞 我不是罵媒體 而是我要提醒大家 股市的操作 你看新聞 你要懂得去思考 不是一昧的相信媒體 告訴你什麼 他就是什麼 媒體軍人下標台幣波動加劇 恐見變盤補貶 盤前還沒開盤媒體新聞 台幣恐怕會補貶 因為尾巴戰爭 今天台幣是扁還是升 持續回升 連續第四天回升 台幣回升 我們是今天馬後炮告訴你的嗎 不是 9月底你有收看節目的投資朋友 我們早就已經預告了 我們直接來看一段的重播畫面 尤其台幣這件事情 切記我已經特別提醒了 進入十月份 那個隨時隨地台幣會回升 好不好 9月28號的畫面 我先前就是說 我們在放假之前 就已經幫大家 把那個9月28號那一天 詳細去幫大家解析 或什麼台幣隨時隨地會回升的理由了 那我們今天這一段的內容 我們就再把當天同一天 短短7秒鐘 我就直接告訴你 進入十月隨時隨地會回升 剛剛的畫面 那個片段講得非常清楚 進入十月 對吧 台幣什麼時候回升 十月 我們早在9月底 9月27號節目的畫面 其實當時候我們連續兩天 都花了蠻長的時間 跟大家來去解析 為什麼台幣會回升的 我們同時也給大家一個結論 當市場還在擔心台幣續貶 股市已悄悄的形成低點 對吧 最好是這邊是有憑有據的 甚至就是說 當時候的節目畫面 節目的標題都已經告訴你 這是依照經驗法則 而且去年十月 我們也成功預告過了 我們這一次只是第二次 再一次的應用相同的方式 告訴大家 台幣貶值 對 但是一個重大的現行是 股市的大盤會提早落頂 提早見低點 但是許多的民眾 他會忽略掉這一點 他會因為台幣貶值 然後擔心股市會走空頭持續破底 所以會失去很多低點卡位的機會 甚至我講白點 會讓自己自我了斷 停損 停損 停損在最低點 我相信去年十月當然了 這個畫面的截圖 所有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只要你追蹤我超過一年 老觀眾大家都會知道 大家都會印象 距今一年前的節目 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美元真的會強到2023年 對 美元今年有沒有強 有 那台股的低點就是什麼 落在十月 上面寫得很清楚 大波段的低點不就去年十月 12629 對吧 那一年前 還是可以驗證你回頭下去看 你會知道 這一個方法你如果掌握 今年的十月你不會中陷阱 你不會因為媒體新聞的下標 這個時間點你做了錯誤的決定 當時候我們在國慶日 結束之後 10月11號 今天也是10月11號 一年前的畫面 我們在節目上 已經直接給大家一個結論 股市會領先台幣先見低點 到現在 今年有沒有一樣還是一樣 事實證明了 外資的手法有沒有變 沒變 他都讓股市領先台幣見低點 所以當你還在看新聞說 哇台幣會貶值 很多人會錯誤的觀念 股市會再破底 所以他錯過很多的機會 讓自己停損在波段最低點 我相信放假之前 這是上個禮拜的新聞 就是這個新聞下標誤導了很多人 當然啦 楊總裁他所講的話 不是只有一句台幣沒有貶值的底線 他後面還有很多彈書 但是媒體新聞只抓這一句 來恐嚇投資人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 放國慶連假之前不敢動 一直看一直看 台幣這一邊很低 台幣這邊很弱 這一邊股市還會再跌 對 我問大家一句話 你看看大盤日線圖 最低點不叫9月22號 待會我們跟大家來驗證 現在這個時間點我只提醒大家一句話 我們在連續假期之前跟大家的解析 包含了中秋節之前跟大家的預告 已經完完全全成真了 我有沒有資格告訴你 這個多頭趨勢來臨前 現在是個起頭 你千萬不要在這個時間點自己淘汰自己 我相信你在上個禮拜 你看我的節目 有真的聽進去的投資朋友 你現在都已經知道 行情的走勢 行情的變化 都在9月22號的規劃之內 我們的預告全部都成真 不是第一天也絕對不是馬後炮 我們早在8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提醒這件事情了 行情沒有馬上噴出去 很多人失去信心 很多人覺得好弱 對 所以會相信媒體 所以你錯過了大盤最低點 對吧 我們已經在中秋節之前 就已經跟他提到了 外資這一波今年的控盤手法 跟2019年如出一策 好不好 當時候的節目畫面 我們都已經幫他截圖下來 2019年第四季 也就是說過完中秋節 銜接國慶日後面漲了1488點 你說今年會漲幾點 我們不用去猜大盤指數 我只要告訴你 這個時間點 你不要看大盤做股票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把你的心思 放在個股這一邊的輪動了 凡是針對我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剛剛的畫面 剛剛的重播帶 你都可以找得到 完完全全可以驗證 絕對沒有事後馬後炮 也沒有任何作假的空間 看前面有加入我的Light小小鼠J178 我相信我盤前都已經跟大家來提醒了 你今天要來討注意什麼樣的股票 9月份的營收股 我相信你看我的節目 你也會知道 我們其實在放假之前就有提醒了 來 我希望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我要跟大家來驗證 然後一個最重要的是 我要讓大家看清楚籌碼 外資今天大買了 有哪些股票是在中秋節之前 你看到外資賣超 有哪些股票你是在 國慶連續假期之前 你看到外資四年賣 可是這一段的過程當中 人家外資針對這些股票 是不斷拉高值股比重的 來 9月營收 三增的股票 營收增加 月增率增加 季增率增加的股票 6213的連貌 你看我的節目你會覺得陌生嗎 我們上個禮拜就已經提醒了 你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一段的時間來講的話 大盤破季線 破到半年線 可是連貌的股價 卻是在季線這一邊有買盤 買盤的人是誰 外資 如果你一直把你的目光思維 放在台幣貶值好 弱美元好強 對 你絕對不會看到外資一直在 吃貨連貌這一檔股票 我們已經在9月底的時候 提醒大家囉 外資去吃貨的股票 他有特定的條件 待會我跟他來複習 你先把這些股票記起啊 我告訴大家 外資不是因為今天大漲 他才買這些股票而已 9月營收 三增的股票 營收增加 月增率增加 季增率增加 所謂三增的股票 2486的一拳 大家你可以發現 外資在什麼時間點 就開始去拉高他子股比重 偷偷的在季線這一邊 做吃貨的動作了 這是外資的籌碼 你可以看到啊 中秋節啊 9月底 你看到哇 破季線的股票好弱弱 破季線股票 空投股票 對外資在吃貨 為什麼這是很多人操作的盲點 外資會跟散戶對坐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知道你是看表面 他賣差一個大數字 連續賣差的動作給你看 對所以你就會忽略掉 他偷吃貨什麼股票 外資利用投資人啊 破季空投 破季弱勢股 對所以你不會去追蹤這個股票 外資人家在破季的過程當中 偷偷的逢低來做卡位 你非得要9月營收 出來了 三增 媒體新聞告訴你三增 你回頭來看台南飯店 外資居然已經偷偷的吃貨 半個月了 9月營收 三優的股票 本益比優 第三季的營收優 包含了激增率往上增加優勢的股票 8112的至上 投資朋友 你看我的節目你會覺得陌生嗎 上個月9月份 這一檔股票是我們Light的體驗股 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對比一下大盤 大家你現在心裡都知道 9月份大盤是什麼 破半年限的 9月份外資是賣超的對不對 媒體新聞都已經告訴你 9月底過中秋之前 外資賣超台北股市 連續第四年了 所以你活在媒體的那個 報導當中來講的話 你就會忽略掉 至上這一檔股票 居然股價45度角 雖然還沒有漲停板 但是人家外資已經吃貨超過一個月了 你如果在這一邊底部有卡位 下跌的時候 你有跟著外資一起來卡位 後面飆漲停 拉出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搭在叫上 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J老師在這一邊的解析 包含J老師的操作模式 跟一般許多的投資朋友 他是相違背的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他會 不太想看我的節目 因為我想的是違背人性的 有一些我的忠實觀眾都會跟我講 老師我發現你的操作是違背人性的 因為跌的時候買股票 外資賣超的時候 你要去把這一些他偷吃貨的股票找出來 我帶會員買股票 老師你居然帶 會員去買那個破線的股票 1603的華電 9月營收三優的股票 本益比優第三季的營收優 包含了營收激增率成長 三優的股票 媒體新聞已經告訴你了 對 你可以發現破季線 然後呢 破掉這一條的半年線 我的忠實觀眾們 我交五個月了 快半年了 這個叫什麼 破線甩轎 外資通常會在破完半年線之後 打底 然後拉高拉持股比重 把它從底部帶出一波的主聲段 你是等到媒體新聞報導了 你才發現這個營收很好 對外資人家已經 吃貨 將近要一個月 超過三個禮拜的時間了 來 我相信啊 你有加入Orient 裡面的股票 你不會覺得陌生啦 除了華電 其他三檔的股票 你不會覺得陌生啦 來 畫面的截圖 我們早在9月底 還沒過中秋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節目上提醒了 你加入Orient 留意 接下來我要鎖定的股票 是進入10月才會公開9月營收 然後法人先行一步偷偷吃貨鎖馬的股票 這是節目畫面 這是截圖 當你還在擔心台幣貶值 當你還在活在台幣貶值 台北股市會破底 當你還活在 哇 這邊發生好多事情 你等一下還記得 美國政府要關門這件事嗎 當你在擔憂那些問題的時候 我已經提醒你 法人在偷吃貨 再偷偷的鎖馬 9月營收公開會很亮眼的股票了 現在陸陸續劇 因為雙十節已經過了 你已經看到很多營收的 很好的股票 我再次提醒 我要帶會員操作的是法人 有吃貨有鎖馬的 剛剛公開的這些股票 全部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色 但是我公開給你 是代表什麼 我已經不怕你跟單了 因為我這一邊有新的標的 外資偷偷吃貨沒有錯 他還沒有拉出一根長紅棒的 等於說紮紮實實還在底部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回想一下我們剛剛所聊的那些股票 第一個我們已經提醒大家 9月份的時候已經提醒大家了 我會挑的股票是什麼 他的股價還沒創下兩年新高的股票 等於說要進入第四季 會有主升段的標股 他一定是股價還沒有突破2021年高點的股票的 所以我們早上9月份就提醒大家 你去看一下AI股 為什麼說AI股你要逃命 AI股他前一波的主流 每一檔AI股都已經創下 幾乎都已經突破2021年的高點 創下超過兩年新高 甚至有很多股票 AI股是創下掛牌新高的 換句話講我們在節目上提醒了 那已經是他主升段 今年就已經結束了 AI股的主升段早就已經結束了 我們在8月9月就已經提醒了 可是非得要等到現在10月雙十國慶過完了 你會發現外資大買 結果AI股是重見落馬 我們剛剛所聊到的那幾檔股票 9月營收亮眼的股票 前面媒體新聞他有大肆炒作嗎 沒有 所以外資在做的事情 絕對不是你透過新聞媒體 看報紙或是看財經節目 你就可以拿的到 你就可以把它追蹤的到 你必須得像九老師一樣花時間 一一的透過方法 透過相同的選股模式把它抓出來 而且是在媒體還沒報導之前 你就要把它抓出來 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我希望 時間已經驗證 九老師在整個中秋之前 就已經跟大家去做解析 而且預告的台幣的升值 美元指數的回跌 包含了9月22號的低點 我沒有資格告訴你 這個時間點會有主升段的股票嗎 逢十幣漲大選之前投票之前 十月幣漲對 你可能看到很多財經節目 因為那個數字 很輕易就可以整理出來了 我相信市場上講的人很多 但是你可以仔細去比多一下 有多少分析師跟九老師一樣 在節目直接公開給你 直接給你預告 進入十月台幣隨時會回升 光是這一點 我就絕對有資格告訴你 我可以抓到具備主升段股票 這個時間點 我們這一個翻倍計畫 我邀請一起來 因為你已經看到 我剛剛所點名出來的股票了 那一些股票我的節目你都看過 我們都分享過 我的會員在這一邊卡位的時候 我節目上都已經分享過 但是那一些股票 它已經回升到寄件帳方了 那一些股票你已經知道 那個外資已經吃貨 拉高值股比重超過半個月了 有哪些股票是媒體新聞還沒大肆報導 我這一邊鎖定你要不要來卡位 尤其是你手中有AI股的投資朋友 你要不要換股 我只提醒你這句話而已 因為我們早就已經預告了 有尊嚴的賣 絕對不是看到跌你才要賣 今天盤錢我們跟大家提醒了 除了9月營收股之外 當然了 因為尾巴戰爭這個題材 我稱呼它為題材 因為它可以讓市場的資金去炒住一些 我們在前面可能它股價沒有表現 新聞媒體大家都忽約的股票 物資能源的股票 戰爭相關的概念股 那當然軍工股當然也是整理蠻久一段時間的 但我要提醒 這只是短期效應 來 我跟大家分享幾檔的股票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看節目 你一定要知道說 這幾檔股票絕對不是你現在 應該要去追買的股票 因為它是短期的效應 今天拉漲停板的加龍 特別留意 這一檔股票今天漲停板 很多投資朋友對它有印象 我曾經操作過 這一檔股票特別留意 它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是針對市場避險資金的一個 那個算是避險的效應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拉漲停不代表它這一邊是一個波段的趨勢 好不好特別留意 包含的就是說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我要提醒大家 它今天這個量能沒有失控 代表說後面還有機會 但是特別的提醒你 只要爆大量 這一檔股票你絕對不能再買 好不好特別留意 這個拉高上去其實說穿了 它是短線的一個效應 你如果有這一檔股票要收回資金 好不好我已經提醒你了 爆大量你要收回來 好不好這個前面來講的話 已經示範過了 我重複了兩次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至少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好不好 今天軍工概念股表現得不錯 雷虎 那差一點漲停 包含的保一 也是早上就拉上去 即拉差一閒些漲停 都差一腳兩腳 那我希望說這幾檔股票 你要留意短期效應 2630的亞航短期效應 好不好 因為這些的股票來講的話 它整個排列 並非是一個波段 它必須還有一段的整理 所以尾巴的戰爭 不代表說現在它今天衝高了 馬上後面會有一段的趨勢出來 我提醒你 後面它必須得整理 然後真實的 在這一邊有外資的資金 或是投資金進駐它來講 才會有一段的主升段 通常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不是在10月好不好 來這一段的解析 我希望說提供給你一個 你今天來講 在我Lite這一邊 有來做留言 來做詢問的投資朋友 好不好 這是大盤日線圖 我相信最近的節目 我們天天都跟大家來強調 9月22號禮拜五那一天的低點 現在是16202 大家你可以一眼望過去 就是在這一邊整理過後 拉起來回到原本這一個 右空主體的區間 我相信所有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因為這個我們早在921 那一根藏黑 我們就已經預告922的低點很關鍵 對吧到現在沒有跌破 對不對 這個過程裡面 節目的畫面 我們也告訴大家 整理完之後 會拉起來到原本的這一個 箱形區間 今天就是回到這個箱形區間 對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早在超過11天以前 在節目上 就已經不斷不斷的提醒了 好不好 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辦法 完整的跟大家來播放一段的重播蛋 但我相信就是說 這個截圖給大家 大家可以好好去 好好回顧一下 因為我們每天在節目上 都花了一點的時間 跟大家快速的 來做這個大盤的推演跟解析 我相信 當時候 市場都在討論那個股會雙殺了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節目的標題是完全沒有保留的 你要想想 十多天以前的股會雙殺 我們一個月後 會不會變笑話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有保留 而且是預告在前面的 包含AI股的部分 我相信上個禮拜 要放雙十連續假期之前 節目畫面都已經告訴大家 講得非常清楚 黃仁勳統市長會再來台灣 他會參加紅海的活動 對 市場告訴你 哇 AI熱潮啊 你以為AI股會有那個買盤對不對 今天你可以看得到了 我們當時候就已經預告了 你手中有AI股的人 10月18號以前你要懂賣 好不好 來 花一點時間 因為我希望就是說 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知道 我們跟大家來預告AI股 不是一天兩天 絕對是 絕對是整個行情在這一邊 你看我的節目來鎖定 你完完全全就會跟上的 重挫的技嘉 外資一路往下砍 你意外嗎 我們講多久 絕對超過兩個月 2382的廣達 今天殺一個人的長黑 大盤大漲 外資一路往下砍 你意外嗎 我們8月Light就已經預告了 今天偽創差點跌停板 你對於外資這個動作 你覺得陌生嗎 我們跟大家來解析 也兩個月了 8月份 我Light這一邊 早就已經預告逃命了 音業達全部都是灰達的供應鏈 你可以看一下 外資一路砍 你意外嗎 我希望我這個時間點來講 大家你務必要知道 籌碼代表了一切 如果市場一直在討論 那個股票很熱 那個族群很熱 對 可是你發現那籌碼 早就失去優勢了 你本來就應該提高警覺 今天跌停的見準 大家你只要做一個動作 把他的融資余額拉出來 他不就是我們前面一個多月 兩個月的時間 跟他去聊到的 廣達技嘉 智原一模一樣是什麼 高融資的股票 我們已經提醒大家了 融資追價融資攤平 如果太過明顯 外資絕對不會客氣 兩年前的行運股就是這樣掛掉的 來 短短幾分鐘 我們已經在幫大家去預告 而且去驗證 我們在放假之前針對AI股的提醒了 好不好 那答案已經非常明顯了 我們已經在過去的時間點 跟大家來聊 就好是在今年的操作績效排行榜 前四名都AI股 等於說AI股裡面 我帶會員操作就有四檔獲利翻倍 我可以講一句話 難道我沒有資格告訴你 AI股怎麼賣嗎 好不好 那當然了 第四季主流 矽光值產業 實際的關係 我這邊只告訴大家 累經 累經這個產業鏈 特別去留意好不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一次一次的幫大家慢慢帶 當然你已經加入我會員來講的話 就不用緊張 因為我們鎖定卡位的標的好不好 來 一點點的時間跟大家來去分享 因為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知道 非主流 你已經把它太除掉了 那主流是什麼 很明白 就可以去掌握到 資金懂得下去做卡位 下去做轉換 你就會知道 行情在這個時間點 你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來做進場 來 矽光子題材裡面的累經 好 它的指標股是這一檔的全新 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全新這一檔股票 我怎麼賺它 這一檔股票 我已經告訴大家 不要去追買它 你反而要去留意相同為累經 相同為累經 這個產業鏈 然後股價低基期 還沒有創下兩年新高 而且新聞媒體還沒有大幅報導 我舉一個例子 6182合金 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 今年它的表現 就是完完全全 大一個大箱形區間 等於說換句話講 這樣的股票 它的主升段還沒出現 細光子的產業 它讓累經的供應鏈 累經的台場 這一邊有一個發揮的空間 你是要去追那個 已經創下兩年新高的股票 還是要去找那一種 還在低基期 主升段準備要出現的股票 特別留意 當然我相信這一檔股票 大家應該遺忘很久了 5483的中美金 今年的表現很明顯 可以看得到大箱形區間 等於說換句話講 主升段還沒出現 我現在就是要帶貨員 卡位這樣的股票 來 我再一次的強調 外資偷偷在吃貨 你不要等到行情飆升了 新聞媒體大肆報導 你才要跟單 切記不要替外資抬轎 跟著捷老師 在這個時間點 一起的跟外資來做卡位 這個時間點很多人忽略掉的股票 或有主升段的股票 我希望你能跟上 小老鼠這一七八 讓我們一起來卡位 這一些新黑馬 這個時間點你不卡位 未來 難道你要再替外資抬轎嗎 好好思考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